大家好,我叫William曾 来自一华半导体中国MANS传感器产品团队的F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代码的话 是基于多传感器的建筑健康监测 工业传感器解链平台 它利用了高精度和低功耗的传感器 来实现建筑如大厦、古建筑、铁路、隧道、高架桥 等的一个健康监测 包括倾斜、震动和温度 支持B21、SAPG赫兹和LORA组网 可以很方便的搭建智慧建筑或者智慧程式系统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demo的演示效果 我们这个demo的话 从这个演示品上面的话 这是两个功能的一个演示 第一个的话是地震 当我按一下这个地震的时候 这个整个大厦是在整栋 就是说明它已经检测了地震 它震的时间有点长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轻角 轻角的一个检测 当你这个角度倾斜的时候 我们这个屏上面可以实时的检测这个轻角 你说现在是轻弦两度 可以我们把这个轻角也可以调小一些 调大一些也是可以 像你调大调小的话 我们可以实时在这个屏上面进行一个检测 把这个角度检测出来 这个demo在建筑内集成了一块 STDS CBN LORA BLE的评估板 它集成了多个传感器 如ISRLCX 它是一个高精度的轻角翼造成很低 稳定性高 所以温度影响很小 它的功耗只需要420个微样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ISRDLPC 它是一个加速度计 它的低功耗模式底下50Hz 来检测VACUP的话 只需要3个微样 它可以用来唤醒轻角仪 来检测轻角达到省电的效果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颗RS3DWB 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整动传感器 可以检测带宽到6.5KHz 可以实现一些低频震动的一个检测 像地震 风 或者是一些交通的一个条件的检测 另外的话还带有一个 STTS22H 它是一个温度计 可以检测温度 像火灾带来的一个高温 然后还有一个 ILPS22QS 它是一个气压计 可以实现一个高度的检测 最后的话还支持一颗 IMP34DT05A 它是一个麦克风 它可以检测一个像 复旧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 超级波 或者超超银耳听不到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检测 它除了多传感器的话 还可以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像BL1 SubG赫兹 还有Laura 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一个组网 它可以通过拿牙 连接到手机的上面的APP 然后去进行数据访问跟监测 也可以通过组网 将数据传到云上面 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 以上是关于对建筑健康监测 工业传感器简直方案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